玄武门之变时,唐高祖李渊为何控制不住局势的发展? 玄武门之变时,唐高祖李渊为何控制不住? 他的儿子李世民李世民又为何能夺? 狄成功其实这与中国古代一项古老的政治制度, 有关中国古代的皇位继承制度并持, 利敌以偿不以贤利子,以贵不以偿, 那原则嫡长子一般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 可是太子往往不一定能够顺利继承皇位因为太子被中国古代的一项古老的政治制度给束缚了。 左传里有,君之四嫡不可以率使,的说法, 太子这国之根本,太子是不能绿兵出征的太子, 不仅不能绿兵出征在皇帝率兵出征的时候, 太子还要留守京师这项相言已久的政治制度目的, 是为了保护太子, 但是那却给太子的东宫集团带来了一个重大的负面影响, 那就是太子不能绿兵出征让其他的皇子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 唐太宗李世民画下, 晋王阳广, 秦王李世民都是借绿兵出征的机会, 建功立业,并掌握部分兵权的, 以至于形成了比太子的东宫集团还要强大的王府势力随文帝法陈之时并没有派太子杨勇去出征, 而是任命晋王阳广为行军大元帅阳广不仅率兵出征, 而且还兼任兵州, 兵州从晚晋王阳广, 后来之所以能够取代太子杨勇, 是因为自己的势力已经足够强大了, 得到了以杨勇为代表的军人集团的支持, 随阳帝杨广画像, 秦王李世民能够取代太子李建成如炊义者李渊称帝之前, 他有三个帮手李建成, 李世民和李渊吉这三个人都能绿兵打仗, 可是呢,李渊称帝以后身为太子的李建成就再也不能绿兵出征了武德元年618年至武德五年622年的几次重要战役, 都是李世民亲自指挥的在长期的征战过程中, 李世民笼络了大批的将帅, 文人聚集在秦王府又掌握了部分兵权实力, 非常雄厚武德四年621年, 李世民在虎牢之战中大破斗建德和王世充虎牢之战是唐朝统一北方地区的, 关键之战李世民将斗建德, 王世充二人俘虏至长安为唐朝立下了汉马功劳。 唐高祖李渊画像, 那么唐高祖李渊为什么不能像后世的清圣族, 康熙皇帝那样, 控制住诸皇子之间的党争呢? 其实这就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政治制度, 有关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朱王是有权力开服征镇的王府, 不仅设有军队镇守, 而且还设计官属朱王掌握了地方上的一部分, 军权和行政权太子也是一样。 太子的东宫不仅有官属, 而且还有代甲兵士朱皇子, 荣义及自己所拥有的军权, 作为凭借于朝中的各派势力, 形成一个政治集团这种局面, 皇帝自己也无法控制住, 但是到了明清时期君主专制, 达到了巅峰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除洪武一招以外, 明清时期的王衍是没有权力开服征镇的地方上的军师与民政。 朱王皆没有权力顾问清朝的皇子, 甚至不能出京时不到地方上去担任藩王, 这样一来就没有掌握实际的军权和行政权的机会, 他们所拥有的权力都是皇帝给的皇帝随时可以收回太子, 也是一样太子的东宫集团虽然有官属, 但并没有多少实权, 所以明清时期的皇帝可以控制住住皇子之间, 为争夺皇位而发生的当争。